当时张锡铭还只是跟在他身边的小弟 一路看着詹龙兰四处的抢劫绑架 甚至包括了逃亡技巧 张锡铭完全失诚詹龙兰 后来詹龙兰落网被关 张锡铭从小弟变成了大哥 特别是在高雄大辽这一场枪战 一战城 据传后来詹龙兰逃亡到了大陆 张锡铭甚至还偷渡到了大陆 来接受詹龙兰的指挥 执行了几起大规模的绑架案 台湾的治安史上有两次猎龙行动 头一次的猎龙行动要捉拿的对象 就是绰号穿山甲的头号强击要犯 詹龙兰 至于第二次猎龙专案要追捕的 则是他的徒弟张锡铭 这两个人都出生于台南县东山乡 最擅长是在山林里头活动藏匿 据说当年为了要追捕詹龙兰 警政署长庄亨带他亲自带队围捕 最后也是徒劳无功 可见詹龙兰他的绰号绝非浪虚名 其实好不容易将詹龙兰给抓进了大佬 不过他就是有办法顺利地从戒备分野的开守所越狱成功 砸掉了台北开守所的招牌 后来詹龙兰他且逃到了中国大陆 就算在别人的地盘上 这只来自台湾的穿山甲也毫不收敛 他继续地四处犯案 最后被中国公安逮捕 遭到遣返台湾 经过八年长期苦心追捕 被国内治安机关列为十大枪级要犯之首的 穿山甲詹龙兰 终于在民国九十一年四月二号逮捕归案 2002年四月 绰号穿山甲的詹龙兰逃往了将近八年之后 遭到刑事局侦查证 从澳门搭击押界回台 落往了詹龙兰他一头白发 跟当年风气钻刹上头 黑衣卷发 续湖的模样 叹若良 詹龙兰 终于回到台湾 你有什么想法 终于回到台湾 你有什么想法 快走 别走 别走 詹龙兰在警政署那边被列为 是十大枪级要换第一名的 被警方追去的时候 最高期一路是警方围捕大概 在印象中是在嘉义山区 围捕了几个月 还是被偷逃 2000年3月 詹龙兰在大陆云南省昆明市 因为涉嫌绑架一名 经营茶叶生意的台商 而被当地的公安给逮捕 当时羁押在昆明的第二看守所 2002年3月17号 假释出狱之后 台湾刑事局侦查车 立刻透过管道 跟对岸公安联系 先由公安将詹龙兰 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驱逐出境 再安排他到澳门 由公安押界登上的飞机 最后再交给台湾警方 从飞机上一路将他押解回台 也终于结束了 长达八年越狱逃亡生涯 透过管道了解 他在大陆 已经要假释出狱 所以说我们就协调 从那个地方 我们就遣返回来 他现在在狱中里面 我相信就跟那个 他的目的还是想给台湾 毕竟是台湾长大的 狡猾 狡猾 不容易 用现在的科技也好 用其他的侦查技巧也好 不容易晚期间把它查获 还是要花一番心 占龙兰第一次落网是在1992年8月17号 当时刑事局接获献报 占龙兰一位朋友将北上跟他碰面 刑事局当时派员从高雄一路跟监 最后落脚在台北的中央市场 非常可惜地跟监到了中央市场 把人给跟丢了 原本以为这次待人无望 没想到最后 还是将传统奖詹龙兰 给顺利的带回案 因为当初的线索就是说 詹龙兰他的头法 有很多白头法 我们就根据这个特资 然后再找 而且那时候清晨五六点 原怕我们应该是去吃早餐 所以我们把早餐店 都列入这个搜索的目标 大概经过十几分钟以后呢 这个就发现 一个卖肉粽的地方 有三个人在那边吃早餐 那跟我们的情报 这个跟间的 从高雄跟上来的友人 一看确认这个友人 就是在里面吃早餐 那旁边这个白头法 应该就是詹龙兰 那我们就在车上分工 那以训理不及掩耳的 这个速度下去 我迅速地把他制服 并从他身上 把这个起破强劲 后来詹龙兰被判处 无期徒刑 入肩服刑之后 认识了被关在平三社的 徐开喜以及蔡正凤 三人计划越狱 8月28号下午 三人脱逃成功 詹龙兰于是回到了 自己的家乡 藏匿在台南东山乡 以及嘉义竹崎等堪区 堪称是组合最头层的人物 也是最难抓的人 而穿山甲的称号 从此开始流传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好像在嘉义山里面围捕在龙兰 警方派了很多人去住所那么久也是抓不到 因为当地居住的人就是刚刚讲过的不会出卖他 当你不会出卖你就很难抓 因为你没有没有线报啊 因为山区非常辽阔而且山上的这个龙都很干 事实上他们也善于伪装 如果他在山上裹藏 他的穿着都跟山上做工的龙江 穿山甲的封号不是浪子的虚名 为了湛龙兰 警方一共出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搜山围捕 但是怎么抓就是抓不到 直到有一次警方在台南山区围捕 湛龙兰差一点落网 所以他决定要脱入出境 从台湾南部搭渔船到福建 转往大陆藏匿 在79年的时候 也曾经在嘉义县警方围捕下 在阿里山陆海空的这个收捕之下也被他固托 那在上一次的81年初的 汐止深坑这一次的填满布托 我们就改变战术 因为在山区事实上地形 地雾很难克服 你再多的警力也会拼皮马昏 也没办法 其实地围人对很忙碌 甚至你走这段时间 在山区流浪这段时间 有很多人跟他搭协助 我们在山区流浪 我们在山区流浪 在山区流浪 在山区流浪 张龙兰身被数十件重大的刑案 刑事局将他列为海外追戏逃犯名单当中的防守 但在他的家乡才能陷入东山乡 每位乡民几乎都认定 张龙兰再坏中就是自己家乡的人 尽管当时张龙兰大逃亡 也没有人主动通报 几乎都是在暗中默默地协助 甚至有人常常在山区里头放一些 矿泉水及面包 要让张龙兰来博富 博张龙兰一旦离开了山区 来到了平地 最后还是栽在警方的手中 做监控科的人毕竟都想说 祈求神明保护阿免 免受到华力的制裁 所以我们潮泡他的时候 从他身上是发现很多符咒 结果这些符咒都是写说他不能离开山区 所以也印证他在87年 八月份在中央市场落网的时候 他是在平地 所以是不巧是不巧 不管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 终究是法网回归 犯罪的人连神明都庇佑不了 再度的符咒 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细化 和我一块翻阅记者秘密档案 张龙兰可以说是让两岸治安单位 都感到非常头疼的危险人物 当时张锡敏还只是跟在他身边的小弟 一路看着张龙兰四处的抢劫绑架 甚至包括了逃亡技巧 张锡敏完全失诚张龙兰 后来张龙兰落网被关 张锡敏从小弟变成了大哥 特别是在高雄大辽这一场枪战 他一战成了 据传后来张龙兰逃亡到了大陆 张锡敏甚至还偷渡到了大陆 来接受张龙兰的指挥 执行了几起大规模的绑架案 张龙兰在请劳到大陆之后 他的行径更加的嚣张 他从福建一路杀到了云南 完全不把大陆公安放在眼里 我最后还是得乖乖地回来接受制裁 当年张龙兰他曾经自我解逃 他说年纪大了没有力气跑了 就算要死他也要死在台湾 台湾史上最激烈的警匪枪战 就是张锡敏首度露面 手持着强大的火力让警方戒胜恐惧 恶龙张锡敏凶凶凶作案的手法 一点都不输给他的师父张龙兰 2002年4月张龙兰落网之后 一向跟在他身旁的张锡敏 从小弟变成了大哥 犯下的绑架案越来越大 勒鼠的金额更创新高 2003年张锡敏犯下了一起绑架案 警方一度透过在看守所里头的张龙兰 要抢救在张锡敏手中的人 在92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他在台湾市一分区当分局长 我辖区也曾经发生过这种 被张锡敏集团的这个绑架 一个当副的正姓桑文 那当初张龙兰是在监狱里面 我们也有透过管道 去请他能不能涉滑 这个解救这个肉票 那当时张龙兰就跟我们讲说 他当初跟张锡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知道他不会去杀这个被害人 因为他们是求财 毕竟你如果求财也不杀这个被害人 在法律的良情上是差很多的 他们有一个困境 他们一定有一个困境 那里面是什么 一定不能送到人 一定不能送到人 如果要贴旗的就是怎么办 对方 这是我跟我说的 不好意思 对方也好 没有人贴旗 他们没有 他们的目标都抓那种 我以前不杀人是张龙兰犯罪集团的一贯作风 但是看看他们的犯罪档案 每一起却都是让人胆战心惊 1984年张龙兰和枪袭要犯 绰号萧平的卢兆琴 持枪射杀了一名逐联邦分子宋大凯 随后逃亡到了菲律宾 勾结军火教父许金德 做起了军火买卖 1985年许金德做到逮捕回到台湾 张龙兰于是接受的党羽成为了军火大牌 1992年张龙兰绑架富商郑姓祖孙 警政署成立了猎龙小组追捕张龙兰 不过张龙兰因为擅长躲在山区里头 并且懂得冒充各种的身份 尽管当时警政署长庄亨带他亲自出马为主 同样是无功而返 他的本朝老朝在那里嘛 所以警方怎么样去攻他 就攻不破 所以他厉害就是厉害 包括他的逃亡路线大概都已经预设好 所以上次那个包括 刑事局去冲他的时候 还是被他过去 行动大台 你意思说我感恩男人 你意思说来搭我山区里 你搭我镀山山区里头 这基本 基本 不到 不但每个人都给他補 是个人的 因为他跌到处才天上去 就说有这种侮辱 就是说这些 这些都跌到处才 他所串联的人太多了 包括从他 张熙明这一区块 薛球 包括逃脱大网区开启 这一票一裹在一起的时候 整个那个时候台湾英特勋 是罪犯的事 身上背负了数十件重大的刑案 张龙兰担心被警方围捕落网 因此决定要偷渡到大陆 2000年3月18号 张龙兰伙同小弟张熙明等人 在大陆绑架了料姓台商夫妇 勒赎金额高达1000万 结果遭到昆明公安逮捕 不过张龙兰落网之后声称 会被公安逮捕 是因为替朋友处理债务的纠纷 结果对方板控他 鲁人勒索 后来昆明法院将鲁人勒索的官司 改为妨碍自作 至于说是张龙兰花钱给摆卸 只关了两年半之后就获得了自由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哥级的人物 会潜逃到对岸的主要原因 因为只要把当地的公安人员给瞧好 基本上就能够平安无事 第一个是钱 第二个才是人 那有时候当然最重要 自己的第三个是 你自己躲在那边 你以为不知道 事实上大陆每个都监控的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 只是想不想抓你 只要他如果你躲在那边 什么事都没有做 人家也不会刻意找你麻烦 相对的 你在那边花天酒地 很快就被人家认出来 就有人会通报 张龙兰 半读教父黄上峰 四海大佬杨光南 黑道大哥吴同潭 尽管在台湾重案缠身 在大陆却能够去地为王 吴同潭在对岸逍遥日久 难免得意忘形 为了女人争风吃醋 竟然得罪了太子党 后来虽然躲到柬埔寨去避难 但是回到大陆之后 依旧被前送回台湾 杨光南在上海的酒店 跟高干儿子冲突 当晚就被逮捕拘留 后来被驱逐出境 到了澳门 至于把黄上峰 推上贩毒教父宝座的 正是川山甲 其实早在案发的前三天 黄上峰就已经偷渡大陆 也让他开死和枪击要犯 张龙南合作贩毒 并且涉及多起的毒品走私 以及杀人案 张龙南以及黄上峰 在大陆不惜砸下了重心 收买边防公安 并且以遥控的手法 将大批的毒品 借着渔船走私来台 后来黄上峰跟张龙南 因为分赃不均反目成仇 张龙南他带了几十名的小弟 在厦门一处饭店 持枪掳走的黄上峰 黄上峰的家属付了千万港币 赎款将人给平安带回 黄上峰因此怀恨在心 透过了管道咬出了张龙南 后来张龙南遭到公安逮捕落网 没过多久之后遣返回台 目前在宜兰监狱服刑 因为他的成长背景 也非常的复杂 可能一时之间也没办法改过 不过我看他法律 是给他判无息徒刑 希望他在几年以后 如果能够假释出来 能够重新做的 张龙南这样一个 头好的枪击药犯 在地方相亲的眼中 却是一个讲道义 重感情的孝子 从小跟着张龙南一块 长大的邻居形容 在外界的眼中 张龙南也许就是一个 十二不赦的黑道分子 但是对家乡的人而言 张龙南他不仅个性豪爽 也经常帮助人 看到邻居有经济上的困难 他会伸出援手来帮忙救急 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张龙南他一个人 带着一百块钱 支撑到台北来打兵 他也想要出人头地 光丰耀祖 或却因为投资失败 最后加入了邦海 因此走上了不灰路 尽管在江湖上面打打杀杀 动不动就要跑路跑往 或据说世青智孝的张龙南 还是经常透过了管道回家 来看望父母 此外张龙南还有一个 担任现议员的弟弟 叫做张龙舟 兄弟俩一黑一白 曾经因为大哥是 枪击药犯的影响 张龙舟当然多少受到了牵连 或邻居说 这对兄弟的个性都非常的豪爽 感情也非常的好 张龙舟他问证勤劳 对地方上面贡献良多 却在去年底发生了车祸 不幸身亡 在我爷爷奶奶的心目中 就是好孩子 在我们心目中 就是一个好伯父 对啊 对啊他很孝顺父母 他在初始 也都不方便回家 他也会透过一些管道 回家关心爸妈 他是张龙舟的大儿子 也就是张龙兰的侄子 自从张龙兰落网之后 张瑜义经常到看守所 去探视恶伯 他说张龙兰真的不像 是外界所说的那么坏 对亲人对朋友客气友善 也非常的孝顺父母亲 他也经常举自己当作例子 奉劝大家 拍楼不堂见了 我也是为了免疫我们就 他一个女子在这边了 叫我们自己要出社会在外面走 就要小心不要踏错路程 对亲人对他感受就不一样了 虽然在外面怎样 你外面又怎样 他等到地上就行 就是对地上人有种感恩的事 很多人都打过去 其实不是张龙兰的女子 都都吃张龙兰的名字 出去做牌的事 这真是 应该如果英文都说得到 很多 十年去都老了 北京 都完老了 十四完老了 很多 张龙兰出生在台南东山乡 从小一块长大了邻居 印象当中的张龙兰 不多话 但活动力强 从小也不爱念书 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离开了故乡 到台北打拼 他像一般人一样 希望闯出个名堂光宗耀祖 不过最后竟然是 踏上了江湖 这一条不回路 过去 其实 在那张龙兰 过去 他做小孩外长的空间就照 我不是有什么店 但是他离开 因为我记得他是在 他五五十七年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就离开三个月 张龙兰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就去台北 我看了 他在那百年 他这么多就去台北 全部拿到一百块了 我知道他刚才开始去 有漸渠的路纸 有漸渠工厅 他做到漸渠做得要塞 但他漸渠一段时间就没了 但是一种心理的体验 就是一种挑战 所以 你当然要想要去生存 曾经 张龙兰他也想闯出一番事业 无奈投资什么都失败 最后他加入了天道猛 成为黑道中人 他逞凶逗狠 掳人勒鼠 因为猜忌的个性 黑道又称他为鬼剑宠 1985年 他在竹联邦分子宋大凯的麻将场 赌输了一百万元 后来张龙兰发现桌上多了一张牌 才知道宋大凯炸毒 他二话不说 开枪打死了宋大凯 他翻脸不认人的手段 在道上的兄弟都闭爬三分 张龙兰尽管残酷无情 但是他却又把绑架的赎款 拿来救助贫困的人 个性矛盾又执着 他也是很帮忙 很帮助这些 这些 较散心的 那么像我来 经济 经济发生困难的 这些小孩 他就带回来 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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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台北 一定陷入 我当成的朋友 在生我 生我 那空间的教育 甚至说 他也怕他们 带回来 这就是东山乡民 对于张龙兰的评价 大家对他的认同和支持 也反映在他弟弟 张龙舟的身上 张龙舟从乡代表 明代会主席 一直做到的台南县议员 当年哥哥张龙兰 身为十大枪级要犯 让张龙舟备受 争议 博拉哈基层势力不错 因此多次获得国民奖 提名参选献议员 有人说他在这里属于 至少年度 当然有某种的母亲 他们都在这里属于 但也很合适 稍微配合 稍微关心的人 这个人要 他参选是他的类似 类似在那里吧 你看他在后面 他在这里属于 那里属于 他在这里属于 张龙兰的背景 就有些人 他就做了一个豪爽 豪爽他的定义 他在类似的桌子 两兄弟尽管聚少了一多 但感情依旧深厚 2000年逃亡大陆张龙兰 传出在云南落网的消息 当时张龙舟找遍了当地的看守所 就是没有看到张龙兰的身影 而当年张龙兰的徒弟张熙明 藏匿在东山乡的山区 据说他也曾经找过 张龙舟的帮忙 张龙舟黑白两道的关系良好 消民之间的纠纷 几乎都是由他出面来协调 我却在2007年8月 张龙舟不幸车祸身亡 以我爸讲的话 我爷爷拿就失去一个好儿子 在地方上失去一个好意愿 然后失去一个好爸爸 失去一个很大的资助 张家从小家庭不好 父母亲以务农为生 小弟张龙舟事业有成 当上了台南县议员 却不幸英年早逝 而大哥张龙兰不但没有光宗药组 反而是加入了黑道 变成了头号的枪击药犯 今年将近60岁 被判处无奇徒刑关键的大佬 如果在狱中表现良好 张龙兰也许还有假释出狱 改过自信的那一天 张龙兰和张喜明 同样都是出身自台南县的东山乡 同样受到乡民们英雄式的看待 这其中也许是因为他们身上 也的确散发出 不同一般盗匪的特质 但毕竟他们的所作所为 在法律上面 没有恢复模糊的空间 错误的英雄化的形象 只会对我们的下一代 造成负面的影响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史诗录 无声分享 我们在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